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春季美食 蒜苗炒肉 这个菜也有叫蒜苔的 很好处理 头上这一刀去掉 变整齐了又干净了 那接下来这个头上这一段呢 很有可能还会老 你可以选择再去掉一点 那也可以像我这样 把它劈掉一层 那劈不下来多少了 这说明够嫩了 接下来往下面走 切成一寸上下的长短 那淋了这些头也不要了 切好后水里淋一下 然后我们用瘦肥相间的五花肉 切片 可以切得厚一点 再改成粗粗的丝 然后我们准备开火 两个炉头可以同时用 一个放水用来煮蒜苗 这边下油 如果肉肥少放一点 肉瘦多放一点 煸炒肉丝鲜 蒜苗开了 我们就给它控水 这边继续煸肉丝 如果你喜欢肉丝 吃上去硬硬的 像咸肉 像培根的话 那我们就煸久一点 最后喷一点料酒 接下来蒜苗可以下了 蒜苗没所谓 冲凉保持颜色 因为待会我们要放酱油 给一点生抽入味 来小拌碗水 大火煮开 给它焖一缓缓 让蒜苗吃到肉香 三五分钟之间 蒜苗应该就酥了 我们再叠上几碟老抽 让它有蒜苗烧肉的感觉 我们转大火收干 最后放一点点糖 不用放很多 因为蒜苗本身很甜的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